大家好 我是Derek 很久沒跟各位見面 今天就想拍一段影片 關於不同的主題 關於什麼呢 關於什麼呢 主要是關於Bass教學 關於音樂 或者如何學習音樂的一個 關於音樂的課題 關於音樂 這次我們想說什麼呢? 我們怎樣去預備一個演出 事緣是這樣的 一個月前的朋友就叫我去幫忙做一個演出 那個演出有九首歌 九首歌大部份都是搖滾的作品 有四首歌屬於Deep Purple樂隊 一首是Van Halen樂隊 兩首是中文流行曲 另外兩首是Fung的作品 一首叫Lady Mamma 是1975年經典的Fung歌 另外有一首是屬於Maroon 5樂隊的一首歌 那說一下怎樣預備一個演出 當然是沒有譜的 是自己編曲的 通常我學你預備一個演出的時候 只有兩個方法 或者要是你記好歌曲 另一個方法就是寫譜 我個人比較喜歡記好歌曲 因為當你演出的時候 你的歌曲比較熟 你可以花多一點精神去聽聽 樂隊其他成員做什麼 或者你會多一點變化 或者是適應一下他們 現場我們彈的情況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或者你的執生能力會高一點 因為你的歌力夠熟 如果其他隊友發生什麼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突然跳到第二段 你知道自己在哪裡 另外一件事就是寫譜 寫譜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沒有看錯的時候 你出錯的機會比較少 簡單來說 你出錯的機會比較少 如果是一個很重要的演出 你不能出錯的 寫譜比較穩固 我們首先講一下 執歌 執歌的意思是 那首歌我們沒有譜 我們只是用耳朵去學那首歌 我覺得作為一個樂手 我們一定要做一下這件事 總之我們今天彈的歌 很多來講 本身都有譜 在網上 當然間中可能會有些原本的音樂 是我們找不到的譜 就算這個網上有譜 我仍然覺得大家應該試一下 自己用耳朵去學一下歌 因為我們的耳朵是 作為一個樂手 我們是一件很重要的武器 那就是 譬如 你想想我們學一首歌 我聽一次 聽兩次我們會彈 那是一個 多厲害的一件武器 用我們耳朵去學歌 那好啦 當我們初學 初初的時候 想執歌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那大家 這件事 都 有一個 困難的問題 有些少少 那我們不要緊 大家堅持可以做的 那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講的方法 給大家 就可以縮摘一下大家的 範圍 如何去 開始 如何去執歌 當然 有些正確的 耳朵訓練 我們可以做的 但是我們 我們初學 那現在我們一個 簡短的影片 想講一下 怎樣去做這件事 那我們首先 我們聽一首歌 我們馬上找一個音 出來 在fingerboard 我們的bass上面 找到第一顆音之後 我們嘗試彈一個 major scale 或者minor scale 下去 那我們嘗試 我們有 現在一個 譬如大家聽一下 我們彈對一個scale 和不對一個scale 的時候 我們很明顯聽到 它們有個分別 如果我們彈對一個scale 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 我們可以縮窄 找那些 chord 的範圍 或者找個bass line 的範圍 那 我們找到第一顆音之後 我們試一下 我們現在 我現在 有一個圖表 就是我們 經常都看到的 一些quad progression 來的 那 譬如我們 舉個例 譬如我們說 1625的時候 是什麼呢 即是說C major的時候 就是 一quad是C major 六quad是A minor 二quad是D minor 五quad就是G7 這個就是所謂1625 我們通常流行曲 都是 來來去去都是這一堆的 行法 很多時候 因為這些 很普遍 很容易入耳 當然 有時候 作曲的東西 就不會說 永遠都是一樣的 可以有很多變化 我們如何認識 這些變化 也是因為 我們聽熟了一些 常用的套路 我們就可以聽到 這個有些不同 我們找出來的答案 我們慢慢 加強自己的耳朵 去形式 這些叫做progression 有一個好方法 就是大家 在一個bass裡彈出來 自己唱一下 亨熟它 認識聲音 另外一件事 我們經常都會發覺 那些 藍曲 他們行一個 我們叫做 音樂上的 一個strong movement 就是 一去四 或者是一去五 例如C 就會去F C就會去G 有時候可能 Bass line 會順一個scale 譬如C major 會是C B A 順序 從幾個方向 聽熟了一些 基礎的東西 之後 我們再慢慢 聽得多一些加強子 而且去認識 一些copy regression 另外一件事 我們收拾歌的時候 我們要很清楚 他們在行什麼節奏 譬如我們簡單來說 總共有三種 第一種是 Stray 8 我們會有些 sample 給大家聽 Stray 8 Shuffle 和Swing 16 我們一定要知道 他們在行的 這三個節奏 是哪一種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他們的time signature 是不是 4-4 3-4-6-8 或者Odd time 但通常我們在音樂 都是4-4 另外一件事 就是 風格 Style 這件事 就是 或者要聽多些音樂 你才會認識 例如 可能行一些 blues 或者彈一些 lighting音樂 的節奏 我們聽到音樂 我們會知道 他們大概 那個baseline 會怎樣構造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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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想和大家說一下 我們如何預備些譜 我們有 我預備了的譜 這份譜 比較詳盡 一點 我們盡量 這些譜 大概寫在2-3日之間 因為太長 就比較麻煩 太多頁 但我們同時 就不想 太簡化的譜 去到很多 重複記號 那些 第一手 第二手 記號 因為 如果 你一晚彈20首歌 20首歌 都有 不同的行法 記一轉 去哪裏 就會很複雜 通常我們 照寫 但也盡量寫 沒那麼長 色度的 重複記號 我們是會採用的 另外一件事 我們看看我們這份譜 裡面 就是 用了 主要紀錄 和弦 裏面有什麼 曲 這首歌 都是一般的 難曲 所以 不會 那些 低音 主要是跟 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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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我們可以看到 我會記號 記號 即 和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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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停 主要是 簡單 記號 另外一個 就是 我一個簡單的譜 有時候我們都會 用簡單的方式去寫 因為 其實 反過來這首歌 對我來說是複雜 一些 因為 那些 要寫完 這些節奏出來 有點懶 這首歌 只不過是 記號 和段落 有時候我們 我都說過 我們寫譜的意思就是 我們 不想錯 於是 我們就 寫一些 記錄 和提醒自己 段落 和行法 就是 這些 就是我們 如何預備 一些譜的方法 好 多謝各位 今天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我 很簡單地 講一下 如何預備一個演出 簡單地 和大家說一些 執歌 或者一些寫低譜的 狀況 當然還有很多 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可以說的 大家有問題 可以留言給我 可以Facebook 發訊息給我 很樂意解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另外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跟我學Bass的話 可以在Facebook 或者E-mail我 多謝各位 我們有機會再見 拜拜